有民眾前往他五個國家公園散步的時候 因為手上有拿食物 結果是出現了猕猴搶食攻擊 這導致一名八十多歲的長輩 被嚇到跌倒受傷 警方獲報之後到場為長輩擦藥 但家屬很氣憤 朝猕猴來大罵 政府也提醒民眾 那油氣區或是在森林區的時候 要避免讓食物外露 也不要主動餵食 或是挑釁野生動物來降低衝突 八連八十六歲的長輩跌坐在地上 家屬在旁邊火氣不小 控訴是野生猕猴搶食物 才讓老人家跌倒 猴群就在不遠處 家屬氣到一度想拿包包驅趕 被警方制止 現場位在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內 警方接獲通報在派出所 連外道路上有民眾受傷 臺魯閣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不少 尤其民眾數量不在少數 縣府提醒有時前往森林或戶外 油氣區碰上野生動物 別拉高分貝引起對方的注意 也別驅趕或目光接觸 才不會被誤以為在搶地盤或挑釁 至於食物也應該放在包包內 才不會被搶食 記者溫家凱 王老廷 陳顯坤 華蓮報導